中一的同學,我繼續錄下科學作業第二課的答案 我會講解第53頁,關於水的蒸發因素如何去看 如果你想參考的話,可以看教科書第83頁和之後的部分 譬如我們想探究一下,有什麼因素會影響水的蒸發速率 就像左邊你看到這個題目 他想探究一下,譬如 看看右手邊的溫度 探究一下溫度會不會影響水的蒸發速率 溫度會不會影響水的蒸發速率 所以就用一樣那麼多的水去沾濕兩條毛巾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公平測試 明明說探究溫度對水的蒸發速率影響 所以你應該去探討的就是 我們應該幾條毛巾一模一樣的 這條毛巾的材料、質地和摺疊程度 其他都要一樣的 所以對照變行,例如 空氣流動速率 看看右手邊 空氣流動速率、空氣濕度、水的份量 攤得有幾大張的 毛巾和紙巾的種類大小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兩條毛巾的大小 兩條毛巾本身要大小是要一樣的 才是一個公平的測試 既然大小不同會令到它不公平 大小不同會令它不公平 所以我們做的東西應該是B這個部分 用兩條完全相同 例如有什麼相同 大小相同 寫一些字給你看看 大小相同 材料相同 鏡毛巾 去做實驗的應該 OK 這些是例如的 還有很多的 例如風有多少風呀 濕度呀 根據右手邊 甲科書所寫 我們看到 OK 對照變行有很多東西的 他們全部都應該去維持 兩組一模一樣 即是A組和B組 我們看到 然後我們看到 C的部分 我們看到 這些毛巾可以探測風速對蒸發速率的影響 風速可以看看其他部分 看看空氣流動速率 探究空氣流動速率會否影響水的蒸發速率 教科書的86頁 其實你願意揭曉一下 在下面的空位畫一下實驗設計 實驗的設計應該是 兩個 兩塊毛巾一模一樣的 OK 左邊這塊毛巾 右邊這塊毛巾 其他東西都很像的 例如 空氣當中有濕度 溫度 水的份量 暴露在空氣當中 你攤幾大張毛巾 表面面積 紙巾的種類大小 其他東西都要一樣的 唯獨不同的是 這邊 左邊 一個是有風扇的 OK 有風扇吹嘴 令風速高些 另一個部分就是 右邊 沒有風扇的 沒有風扇的 沒有風扇吹嘴 沒有風扇吹嘴 所以這個就是實驗的設計 你應該可以畫到 而且 不可以忘記 中間我們有一些標注 第一 白色瓷磚 放著布 還有要用相同體積的水 就是一樣的水 去沾十毛巾 兩邊都是 OK 那我們揭去下一個部分 這裡是 第五十四頁 我們想找一下物質的凝固點 看看第幾個部分 物質的凝固點 這次就是一個不知名的化學物質 是叫做物質X的凝固點 首先把物質X放入事管加熱 令物質X變成液體 OK 加熱了 然後 又去 由液體 變回 做 冷卻 回去了 所以 留意 它本身的溫度 由 50度 下降至多少 根據這個圖表 下降至25度 OK 這個是一個冷卻的過程 冷卻的過程 冷卻的過程 隨著時間過去 它放在冰水越來 它就冷卻越厲害了 所以 一路跟著時間 時間 時間是零的時候 就是開頭 20秒 就是已經冷卻了20秒 40秒 60秒 80秒 等等 你看到溫度 越降越低 從50度 一路慢慢下降到15度 OK 我希望你們一路看一路寫 標題 大家記住 畫這個圖表 首先你要做到的是 拿一把鋼尺出來 拿一把鋼尺 沿著 最左下角 畫一條直線 畫一個箭咀 先 然後垂直線 也畫一個箭咀 大家畫完這個圖表 你會發現 我們打橫的線 通常都是放時間的 時間 那單位就是幾秒 那單位就是幾秒 秒 OK 好 垂直線 就是一個溫度 即是說 把上面的數據 將它放到 這個 格仔紙 那怎樣放呢 就是用這個 畫了座標 先 OK 攝視度 溫度 是攝視度 溫度 是攝視度 那 好了 之後 你就找 數一下有幾個格 喔 可以 看一下 對 你數到 由 開頭到結尾啦 當中有 我要畫小一點的數字 有 有 哎呀 錯 再一次 再來 有 一格 五 十 十五 然後二十 然後二十五 留意到我在 圖表裡在畫 畫 OK 所以呢 補回來呢 就應該是把你的 左邊打回去 零 二十 四十 然後六十 啊 開始有點迫了 再畫小一點的字 然後八十 然後一百 一二零 再畫小一點 再畫小一點 再畫小一點呢 就是一百四十 好 接著 另外呢 你就應該看到 嗯 這裡有 由五十度跌到二十度 所以 每十格畫一畫個黑度 五十度 可以畫一畫個黑度 這樣 畫完呢 接著 按個 標誌 五十度 五十度 四十度 三十度 二十度 還有十度 最下面呢 就是零了 在第零秒的時候 我們找到 第零秒的時候 我們找到 溫度是攝氏五十度的 所以我們放一個卡插進去 第二十秒的時候 溫度是四十五度的 那如此類推 例如 給個 給個參考你 例如第四十秒的時候 你看到我用一條綠色線 第四十秒 就是 四十度 我一直是這樣 跟著這個方法畫的 而已 跟著 六十秒就是三五度 八十秒都是三五度 一百秒都是三十五度 到一百二十秒 就再冷一點了 就落到三十度 最終是一百二十五度 那你找一條線 直線 連起它 找一條線 連起它們 根據這個線圖 參考一下有沒有 找到線 根據這個線圖 你可以找到 原來 當 它有一段時間 溫度 不斷冷卻 但溫度沒有下降過 那其實這個位置就是它的 凝固點 35度 OK 凝固點 我們也是用這個方法去看 其實 好 沒有問題 我給我一個參考 的 書的參考答案 我們來看看 記住寫上標題 物質X 冷卻時的 溫度變化 好 在下面 這個叫做蒸留法 蒸留法 這個是作業第55頁 蒸留法 你應該揭去後面 水的淨化 有沉積法 過濾法 還有蒸留水 蒸留的方法 蒸留的方法就是 117頁 117頁 好 那我們要 看一看 左手邊這個設計上 這個實驗設計上 它說有兩個錯誤 那你應該寫回 改兩個錯誤 第一個 入水口應該在下方 記不記得為什麼呢? 入水口在下方 出水口在上方 出水口在上方 OK 下面是入水口 因為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把 頭中的冷凝管 是完全注滿水的 那它才可以有更好的冷凝管 效果 如果 因為你 由上面入水 那些水很快流走了 那 就沒有辦法在冷凝管裡 令它冷凝管 OK 冷凝管的水流方向 應該由下面入 上面出的 另一個部分 那我又要掛起給你看 你看到 你看到 這個部分 圓底燒屏的瓶口 還未塞緊的 還未吸好 所以你煮 滾了些水 那些水的蒸氣會離開 如果你不吸緊 就不會做到蒸透的效果 所以你應該把圓底燒屏 塞好去 OK 那修正好這個裝置之後 就蒸漏海水 我們一段時間之後 燒杯收集到液體 液體呢 我們稱這個液體的名字 叫做 漏出物 蒸漏 做出來的物質叫漏出物 好 然後你發覺 流出物呢 我們想看是不是純粹 我們要用熱水肉加熱這個玻璃 就是說 好像這樣畫出來的 檢查一下 是不是還有可用的雜質 是不是純粹 如果是純粹的話 就應該沒有可用的雜質 那所以我們要用 右手邊 書 這個 116頁的方法去 畫一次 出來 但是呢 你要用一個儀器的方式 畫出來 好啦 那又這麼多樣啦 第一個 由底講 由底講起 隔熱箭 因為你要開火 隔熱箭 更快啦 接著 中間 有本身燈 本身燈 然後上面有個三腳架 墊高它 接著 放著鐵絲網 鐵絲網就是一個 一個交叉來的 然後有個燒杯 裡面裝著一些滾水 燒杯 裝著一些很熱的水 廢水 錶面玻璃就指錯了 錶面玻璃呢 應該指著上面的 最終我們將 收集到的液體 這個流出物 放在錶面玻璃上面 看看 有沒有 任何的鹽 積聚了在錶面玻璃上面 如果有的話 在上面的液體 燒乾了之後 你應該 在錶面玻璃上面 看到有少少鹽 正如書116頁所說 錶面玻璃有殘餘物流下的 如果它是含有海溶的材質 OK 最後一題 在香港用海水蒸漏法 你看到蒸漏就經常要煲滾些水 是很花時間 和很花能力的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所以這個一定是可以 拿來大量生產 食水給我們喝的 OK 好 那最下面 這個是書的第56頁 形形落下 幫他們的水族箱設計過濾箱 就是想過濾些水的 想過濾些水 於是就在這個 我要滾回過濾的部分 過濾就好像書的 這個地方 過濾法淨化泥水 112和後面的幾頁 然後他們就想 放一些小石在水箱上面 去不斷把水 從下而上抽上去 那時候 那時候 從下而上抽上去 那時候 那時候 水經過小石法 就可以隔離雜物 那這個可以完全 完全地 隔離雜物 不是的 那我們要怎樣做呢 那建議它應該怎樣改動 過濾器 去令到 過濾器可以去除固體的雜質 例如 水族棉 水族棉是 一個 比較幼細的物料 就好像在這個過濾柱裡面 這個過濾柱裡面 我們在底部都會加上棉花 在底部都會加上棉花 在底部都會加上棉花 來的 112頁的書本 OK 那才可以 更加有效地 將頂部的過濾器去除了固體雜質 但是 過濾法 過濾不到些什麼 過濾法 有些限制的 不能夠過濾了 不能夠過濾微生物 如果你跟著書寫的話 OK 不能夠過濾微生物 不能夠過濾可溶的雜質 這個是 我之前一直有上課 跟大家說的 那所以呢 OK 由魚排出來的可溶的廢物 可溶的雜質 和一些微生物 是過濾不到的 OK 可溶廢物 和 它有固體廢物 如果B提及的 物質 就是這些可溶廢物 既然都溶於水 而且 微生物 亦都可以在 水族窗裡 不斷游走 而不斷都隔不走 那麼 它是有些毒素 就會損害魚的健康 甚至令魚死亡 所以這些方法 你會發現 只是做過濾是不可能的 我們就要 加些東西 令它 這個過濾器 運作的正常些 例如 定期清洗過濾器的物料 例如你的水族面 積蓋了很多 雜質 如果你不斷用回 同一塊的水族面 不斷用回 同一堆的小石塊 或者這些水泵 它就會積聚很多 的細粉 或者雜質 所以 它們都會損害魚的 結果 另外 有些 可溶廢物 既然 過濾器 都隔不走 所以 你定期 應該換水 換水 才可以 將海融的廢物 拿走 最後 這裡 比較複雜的題目 OK 有一條河流 有一條河流 應該是比較厚的部分 來的 靜水 過程 好一點 河流三個地方 取了一些水樣本 A、B和C 分析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A是最少污染物 B 就是 有大量的有毒化學品 你會發現 多了 你會發現 由A去B 多了有毒化學品 應該就是 工廠所產生的了 再來一次畫給你看 由A去B 由A去B 多了有毒化學品 所以應該是工廠所造成的了 然後 然後 用另一種顏色 由B去C 由B去C 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 多了 瓶速排泄物 瓶速排泄物 應該是農場所造出來的 所以 C這個問題 就是農場 就是 我們會在地圖上 標示出 另一方 A的水 應該是很乾淨的 所以 在上游 B 就是工廠排放了污水 有化學品的污水 最後 C就是被農場都污染了 有瓶速排泄物的污水 所以 最終 在河口 河口 就是最後這個部分 有駕駛了 他們想拿的污水 剛剛這樣用 如果你知道 在這裡 天然 的地方 拿的污水 書 第一百二十頁 處理過的方法 這些瓶生物 可能對人體有害 有毒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這樣喝 有毒的化學品 對人體有害 或者瓶速排泄物 有瓶生物 都是有害的 那大家記住 聽我說這些 你就不需要寫 一個括弧一 這個就是 代表一分的意思 記住要加解釋 OK 那為了改善 河水的水質 興建了污水處理廠 去處理工廠 和農場排放污水 那他們用了 三個方法 去改善 第一個叫沉積法 第二個叫過濾法 第三個叫 加入六 OK 沉積法在哪裡寫呢 沉積法在書 我寫個頁數給你看看 沉積法 書的110頁 三個部分 沉積分析 Page 10 過濾法 下一點 過濾法 那麼 下一點 就是第1,111頁 OK 接著最後加入六器 後一點 加入六器是第120頁 希望你們可以跟回 我這裡再說 好 那你看到 既然這個水樣本 有些有毒的化學品 有些禽促排泄物 我們就要找方法 撇除這兩種有毒的化學物質 OK 六可以殺死微生物 那就是說 透過加入六的方法 你可以處理了禽促的排泄物 但是根據書所寫 沉積法 過濾法 這兩樣都沒有辦法處理到 有毒的化學品 而且是可用於水的 所以 有毒的化學品 依然會 對人體 造成一些健康的影響 所以我們不適宜 這樣飲用 你只是處理了排泄物當中的微生物 而你沒有處理到 有毒的化學品 OK 所以我們就寫回答案 好 最後的應用題 就是一個比較深的題目 說了三種 說了三種 說了三種的 ABC 三種物質 在100毫升水中 溶解到最多 溶解到多少呢 30度那一陣 好了 根據這個線圖 看看 物質 我用交叉來代表B 可用的最大分量 在20度的時候 它用到 温度是20的時候 它用到多少? 用到18克的物質 B 18克應該在這裏 然後40度 用到23克 23克應該在這裏 60度用到27克 最後80度 用到30克 最後80度 30克 OK 你可以用一條線去連起它們 OK 然後寫清楚這個叫做物質B 和C 同樣道理 我們應用於C的過程都一樣 而已 那你應該可以畫到 物質B和物質C 這些數據 根據這個線圖 那裏 在30度 在30度時 30度 即是在20和40中間的位置 那我用個字 指給你看哪裏是30 這裏就是30度 那裏是30度 30度那裏 每 100毫升的水 每100毫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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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融到非常之多的 那裏是40克 而相反 物質B和物質C 知道嗎 物質B和物質C 融到的量 相對比較少 那裏 那裏 我們這題應該答到 物質A 好 那裏 那裏 你要 研究一下這個圖 在100毫升的水 那裏 我們找一下50度那裏 那裏 線圖在哪裏 50度 50度 即是40度和60度中間 那裏 又找個線材指著它 那裏 考考大家懂不懂看圖的呢 OK 我先去右邊的線 去到50度 即是大約這個位 瞄準這個點 找回來 OK 找回來 這格應該就是14克 物質A 是54克 沒錯 又在50和60中間 而是靠50多少少少的 54克 接著 物質B 物質B 我們先去找這條線 中間 20和30剛剛好中間 物質B應該可以找到25克 最終最後一款 就是 物質C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樣看過來 OK 物質C 今天參考一下 應該是34克的 那你寫到這些答案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問回我的 OK 這就是第2課 單元練習的答案 單元練習的答案 這就是第2課 是 有些問題 有些水